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安淑的日子 参考经文 忠信的使者叫拆他的人心里舒畅 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 箴言书二十五章十三节 几年前在我居住的地区 十月底的时候 下了一场暴风雪 对于农作物 还在地里的农民来说 这么早的风雪 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当收割余下来的庄稼 就要踏着满地泥泞 湿漉漉的十分脏乱 然而对于古时的以色列来说 风雪却是一个古人的记号 在巴勒斯坦的炎热气候下 当夏去秋来 如果看到北部山区被冰雪覆盖 的确会令人心里舒畅 人们也会知道 一个更安静的季节将要来临了 在还没有垫冰箱的年代 能感受到冰雪的凉气 可算是罕见的待遇了 或许你正处在一个忙碌的季节 当我们感觉要被前方的任务压垮 或者被一直处理的事物 搞得精疲力尽的时候 神就在那儿与我们相遇 祂呼召我们向山举目 并且相信我们的帮助 从耶和华而来 不仅如此 神还拆祂的独生子 作为忠心的使者 带来那安舒的日子 对于凡信靠耶稣的人 神应许 祂给我们灵魂的丰收 一定会为我们成就永恒的安息 今天 让我们仰望那忠心的使者 那位救主 并且信靠祂那真正的安舒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我们经常被生活的节奏 和这地上的一切 弄得疲惫不堪 求祢帮助我们 找到祢在基督里 为我们预备的安舒 祷告 奉祝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